本節目每週二 週五 在乾淨世界讀播 歡迎訂閱《菁英論壇》在乾淨世界的頻道 最近在烏克蘭戰場上已經發現北朝鮮的軍人 朝鮮總共向俄羅斯的彈藥 幾乎佔導俄羅斯粘度彈藥量的一半 朝鮮的炮彈都在烏克蘭用完了 還有什麼去跟韓國人打的 中共是一個極為實用主義 極為功利主義的政權 天下大亂的中共才有機可乘 即使韓朝發生戰爭 中共它也不會派兵截 如果韓戰再爆發 習近平的十年收回台灣的大計 恐怕就會再次炮塔